好,做包要100克酸粽 這個由冰箱拿出來 寫著有55克剩 我們要100克就加50克的粉 再加50克的水 多一點不怕 現在就把蓋子拌好 然後放在比較暖的地方 首先一個是做差不多兩顆的餅 首先我們把100克已經發好的酸粽放進去 然後再加鹽 12克 然後再加水 435克 然後稍微拌一拌它 稍微攪拌它就可以了 不想非常均勻 麵粉 645克 你可以攪拌兩種粉也可以 只要用白麵粉也可以 只要用黑麵粉也可以 只要用黑麵粉也可以 我喜歡這個全麥粉比較香 拌勻 拌勻 全麥粉吸水比較厲害 所以剩下麵粉要多加一點水 不要加太多 這樣就變成了 這樣就加一點水 油沒有加太多 看 清醒到麵團 用蓋子蓋子蓋著 讓它休息一下 割了一段時間 割了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也可以 如果中間有很多東西 首先濕一下手 濕手就不會黏的 會不會黏的 把它拌勻 把它拌勻 然後摺上來 這樣摺 也可以 如果開始黏手 你的手就會多濕一點水 就不會黏的 這樣拉又摺 拉又摺 拉到 拉不到麵粉就對了 這樣摺下去 中間不要拋勻 不要有空氣 夾在中間 這樣摺起來 你看看 這裡開始斜開 然後拉過頭 不要緊 拾一下手 然後摺起來 摺起來 這樣做成圓的 你看現在多漂亮 已經滑完了 抹乾淨 放在雪櫃 有時候會乾掉 這樣放在雪櫃前 把雪櫃上去 塗水 明天拿出來 就會乾淨 好 現在就放過夜 蓋著去放雪櫃 放過夜 天早上繼續 好 現在過了一晚 準備 整成形了 這個包 沒什麼大片塊 很硬 這樣硬了 反而容易操作 先把這個 切成16塊 切成16塊 儘量平均一點 不過有大小的也正常 然後把它 慢慢一隻一隻 這樣把它包圓 全麥麵粉 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沒有那麼黏手 整成一個波 表面是光滑的 就可以了 好 現在做好樣子 就幫它噴一下水 這樣它發的時候 就會變乾淨 然後用一個盆子 蓋著它 然後回來再看看什麼樣子 再切一點 OK 發好了 就可以看到 很多泡泡 有些粒粒粒都不要緊 那我們拿一個鍋 就在這裡預熱它 要蓋那個蓋 我一開始 一般大火 現在中火也可以 灑點粉 然後把麵粉 就變得非常之軟 熟 然後把麵粉 這樣切開 這樣切開 上來 拿多些麵粉 這樣就不會黏 這樣就不會黏 把麵粉 拋開 稍微 拌開它 不用拌到特別扁 就拌到沒有那些泡泡 就可以了 差不多手掌那麼大 就剛剛好 好 那現在呢 這個鍋應該都熱了 我先去看看 夠暖的 我一般呢 放了一面下去之後 就要蓋那個 深入分數 大概二十秒 那二十秒到的時候 就會開始被死泡泡 這個就是 剛好的時候把它翻臉 然後再掃 差不多二十秒 第一隻呢 就放開大一點 現在它看到它已經拋起了 拋起了 拋起的時候呢 它最翻臉 然後拋起了 有時候呢 如果它旁邊有拋一些孔 那些孔就會流 它就不會拋得這麼起 那 在這個時候 你看這裡有個孔 有些蒸氣出來 可以按住這個孔 然後 就可以拋起多一點 拋起 幾多個孔下的時候 就沒有記了 再蓋一下 一邊 就算 一邊 一邊 它大概拋起完就熟了 我准备了几块布 煮熟完的包用布盖住它 就不会干油 脂油会更好吃 一块完成就第二块 由心里面继续数二十秒 二十秒差不多了 哎呀 这次的包裹起得太多 一个时候就很容易包 所以一般尽量早一点 现在的温度可以调一下 等到它起了这么多包裹 最后面很多时候就拋不起那么漂亮 还有第二块 你看看这边有这么多的洞洞 就是因为晚了 那这些洞洞一般好而爆开 所以今次不一定发得起那么漂亮 不怕呢 吃下去都好吃的 你看看这边有这么多蒸起来 就是因为变得更好 不过早一点也没有 嗯 好了 如果拋不起 就不会完全拋不起 其实都熟了 先把它拿出来 继续帮它盖棉胎 盖上去 盖上一块布 数过十五秒好了 好 放一块 数过十五秒好了 好 先把它放到十五秒 好 這樣麵包就搞定了 我們撕開一塊來看看 我來看一下 好 這樣 可以找到一個排位 跟這邊有一個排位